大家好,我是朵朵爸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三鲜馅的饺子 虽然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饺子 但是我们家经常做饺子 因为朵朵妈喜欢吃饺子 她比较喜欢做素馅的饺子 而我喜欢吃三鲜馅的 比如天津白饺园的饺子我特别爱吃 天津白饺园的饺子我们全家人都很爱吃 只不过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回家尝试过很多次 照着白饺园的饺子还是差点神韵 所以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一趟天津市里 专门去吃白饺园饺子 除了白饺园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天津武清区的精品酒家 他们家的菜也很好吃 等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分享 关于三鲜馅的饺子 我们也尝试过很多次了 每次做都在不断的改进和完善 比如这一次使用的新鲜的韭菜 新鲜的活虾 自己包的虾 还有新鲜的猪肉 这次做的味道和白饺园的有80%的相似 口感方面稍微紧实了一些 那馅好像是水少了点 你带我走 朵朵妈和面比我拿手 每次做饺子 我能帮得上忙的就是擀劲和煮饺子 像和面 揪劲 擀劲 还有包 几乎都是朵朵妈的活 还有最后的收拾 一边看电视剧 一边干活 也是挺惬意的 对了 你们知道这个背景 是在看什么电视剧吗 下面分享一下 都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首先是虾 去好虾馅 切成段 用料酒 白胡椒粉 还有盐 腌一下 主要需要韭菜 鸡蛋和猪肉 调料是 盐 生抽 蚝油 姜 葱 香油 还有五香粉 做好了馅儿之后 先备用 等把饺子皮擀完了之后 再把虾放到饺子馅里 然后再加盐 搅拌均匀 然后开始包 虽然我不是特别爱吃饺子 但是我擀饺子皮的功夫还可以 是从别人那儿偷学来的 不管是从形状 速度 效率 都很好 煮饺子的功夫是从电视上学的 当时有一个叫北京生活一点通 他教了两个煮饺子的方法 不管是速冻饺子还是自己包的饺子都适用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三碗凉水 不管是素馅儿的还是肉馅儿的都OK 另外一个是关小火大概是六到七分钟 做饭这种事想做好了得琢磨 学习还得不断的练习尝试 好了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以后再做什么好吃的再和大家分享 欢迎关注转发收藏评论 拜拜 味道怎么样 好吃